先扯一些素球线,线果放在小盒子里面 素球线的一头按在泡沫球上,绕一圈,第一圈一定要把线头压住,然后随意绕线 右手一边绕线,左手一边转动泡沫球 绕线的时候线要稍微拉得紧一点,以免素球线滑脱 不要在同一个地方一直绕线,线尽量绕的乱一点 缠绕一会儿之后,要注意绕线的时候要有意识地往这种漏白的地方绕线 在漏白的地方交叉绕线,多绕几圈,就可以把漏白的地方遮盖住 缠绕好了之后,检查是否有漏白的地方 没有漏白的地方就可以收尾了 预留40厘米左右的线,剪断,穿上针 拉紧缠绕好的最后一圈数球线,按住 用针在数球表面来回穿过,把线固定一下 剪掉多余的线,石球就缠绕好了 在五反布上放置适量的薰衣草,抓起五反布的四个角 把薰衣草包住,包成一团 用手揉捏薰衣草,调整形状 让形状尽量远一点 用尺子测量一下球心的周长 周长15-17厘米左右为宜 注意不要过大或小 扯一点速球线 先把收口的地方绕几圈 线果放在小盒子里面 然后随意绕线 缠绕一些速球线,确定里面的材料不会露出来 用剪刀剪掉多余的无线布 缠绕一些速球线,确定里面的材料不会露出来 缠绕一些速球线,确定里面的材料不会露出来 用手按压住无线布突起的地方 在突起的地方绕线,多绕几圈 然后一边绕线,一边按压调整球心的形状 有突起的地方就按压一下,然后多绕几圈线 一直缠绕到速球完全覆盖住球心 检查有没有露白的地方 没有露白的地方就可以收尾了 预留40厘米左右的速球线 剪断 穿上针 拉紧我们缠绕的最后一圈速球线 针在速球表面穿过 多穿几次 把线固定一下 避免速球线滑脱 剪掉多余的线 首先测量一下速球的周长 周长是15.9厘米 换一个方向再测量一下 也是15.9 再换一个方向测量 也是15.9厘米 速球的周长是15.9厘米 周长的1分之1确定几点 周长的1分之1确定次到 周长的1分之1确定12等分的位置 取一颗珠针在任意位置扎入 将它看作是北极点 我们需要找到对应的南极点 尺子的0刻度对准北极点 绕速球一圈 在周长的1分之1处扎入珠针 然后我们需要从其他方向测量一下 看一下其他方向是否也是7.95厘米 有无差调整到7.95厘米 有无差调整到7.95厘米 0刻度对准北极 0刻度对准北极 刚好7.95厘米 有无差调整到7.95厘米 有无差调整到7.95厘米 0刻度对准北极 刚好7.95厘米 那这样我们就确定了正确的北极点和南极点 接下来我们需要确定赤道 周长的1分之1处确定赤道 0刻度对准北极 从北极拉到南极 在周长的1分之1处扎入珠针 3.975厘米 从北极到南极 在周长的1分之1处扎入珠针 从北极到南极 在3.975厘米扎入珠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12颗珠针都扎上 所有的珠针都扎好 我们需要来做等分 周长的1分之1 确定12等分的位置 尺子的0刻度 对准赤道上的任意一颗珠针 取一颗珠针 把尺子固定一下 然后尺子贴着赤道上所有的珠针绕一圈 那结束的位置也固定一下 再取几颗珠针把尺子固定住 然后我们来调整珠针的位置 1.325 然后是2.65 然后是3.975 然后是5.3 然后是6.625 然后是7.95 然后是9.275 然后是9.275 然后是10.6 然后是11.925 然后是13.225 然后是14.575 然后是14.575 然后就是15.9 这样我们就把吃到做好了等分 接下来需要绣上分球线 把尺子取掉 取分球线 在速球上绕八圈 在八圈多的地方把线剪断 线取下来圈上针 在线的一头尾部打结 将多余的线尾剪掉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把线拉紧 线尾拉到速球线里藏起来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极点的左侧出针 线拉紧 然后开始绕线 从极点出发 过赤道上的珠针 过南极点 过赤道上的珠针 回到北极点 分球线旋转向右 过赤道上的珠针 过南极 过赤道上的珠针 过北极 空中线旋转向右 过赤道上的珠针 过南极 过赤道上的珠针 回到北极 kWh 分球线旋转向右 过赤道上的珠针 过南极 过赤道上的珠针 回到北极 空中线旋转向右 过赤道上的珠针 过南极 过赤道上的珠针 最后半圈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南极点的线固定一下 从南极点下方入针 调起一点速球线和全部的分球线 穿过 把线拉紧 珠针扒掉 继续过赤道上的珠针 回到北极 把北极点的线也固定一下 从极点下方入针 从远处出针 线拉紧 拔掉入针 线拉紧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拉紧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一颗赤道珠针的旁边出针 线拉紧 然后贴着赤道上所有的珠针绕线 绕一圈 回到出针的位置 从出针位置的右侧入针 从远处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险 调整一下分球线 让分球线分布均匀一点 把刀出针 把刀出针 加一个十二等分分球就分好了 去一米左右的碱紫色修线 制作腰带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绕拉到水手线里面藏起来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经线与赤道的焦点处出针 然后开始绕线 接着直到绕五圈 到结束的位置 从经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再回忆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同样的方法 另一边也绕五圈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绕拉到水手线里面藏起来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赤道与金线的焦点处出针 线拉紧 然后开始绕线 贴着赤道绕五圈 到结束的位置 从金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在回忆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取60厘米左右的金线 金线的尾部一定要大截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尾拉到水手线里面藏起来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拉紧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腰带上方与金线的焦点处出针 线向下拉 调起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线向上拉 拉到下一条金线与腰带上方的焦点处 调起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线向下拉 拉到下一条金线与腰带下方的焦点处 调起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绣 到结束的位置 从金线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解掉多余的线 在距离腰带8毫米的位置 扎入主针 隔一条金线 扎一颗主针 取一米左右的简直色球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尾拉到输球线里面藏起来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出针的左侧出针 线向上拉 拉到下一条金线 靠近几点三毫米左右的位置 调起一点 速球线和分球线 线向上拉 拉到下一条金线 定出针的位置 调起一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线向上拉 拉到下一条金线 靠近几点三毫米 调起一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线向上拉 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修 到一圈结束的位置 从金线的右侧入针 从金线的左侧 从金线的左侧 低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从金线的左侧 低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从金线的左侧 从金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从金线上拉 从金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从金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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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线尾拉到素球线里面藏起来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上一层锈线下方一毫米出出针 线向上拉 在上一层锈线下方 吝点素球线和分球线 先向上拉 em Oftentimes 吝点素球线和分球线 然后吝点素球线和分球线 向上拉 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修 到一圈结束的位置 从金线的右侧入针 从金线左侧 上一层绣线下方 一毫米处出针 取一米左右的浅南绿色绣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拉紧线尾拉到苏球线里藏起来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线向上拉 再上一层绣线下方 挑起一点苏球线后分球线 线向下拉 再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挑起一点苏球线后分球线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继 到结束的位置 从金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拉紧 再回忆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然后用白色的绣线绣两层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切拉紧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线向上拉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继 到一圈结束的位置 从金线的右侧入针 从左边的这条金线 左侧出针 切拉紧 切向上拉 调节一点苏球线 切向下拉 切向上拉 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修 到结束的位置 从金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线 再取一米左右的金线 绣一层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切拉紧 线尾拉的水球线 给藏起来 金线的尾部一定要打结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上一层绣线下方出针 线向上拉 准备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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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结束的位置 从金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先拉紧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先钓多余的线 再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另外一边修好 安装车挂配件 先制作挂绳 挂绳取出来 取一个扣夹 扣夹右手圈圈的散洒 然后用鞋子 把扣夹加紧 取一颗珠子 一颗九针 九针有一点点弯也没关系的 九针稍微向下拌一点 然后减掉一个分 减掉大概一厘米左右 油大概一厘米左右 然后弯曲 取一个开口圈 取一个小的开口圈 打开开口圈 把珠子和挂绳穿在一起 然后闭合开口圈 打开一个大的开口圈 在手机球的腰带上穿过 从这个点 圈到这边这个点 挂住腰带 把桌子下面的这个弯 圈到开口圈上 然后闭合开口圈 把开口的地方 转到腰带里面 藏起来 这样挂绳就做好了 然后 把流速弄一下 用剪刀 从打结的上面 留一点点剪断 这样子 用大火机 把这个剪掉的线头烧一下 取一个小的开口圈 打开 把口圈从这个打结的下面 穿过 取桌子 取一颗矫正 留意里面所有长 点断 先把矫正向 然后再放下扳一下 然后换去矫正 打开这个大的开口圈 重挂 挂绳到相对的这一边 穿过 把柱子穿上去 利和开口圈 把开口圈系统的这边转到腰带里面长下来 然后留宿上的开口圈和珠子 串联在一起 闭合开口圈 把开口圈开口的地方转到结的下面 藏起来 这样 这样就安装好了 安装钥匙扣配件 取一个小的开口圈 用钥匙把开口圈打开 然后穿到柳树上 穿到柳树上 闭合开口圈 再取一个小的开口圈 打开开口圈 穿到柳树上的开口圈上 再把钥匙圈也穿上 闭合开口圈 取一个小的开口圈 打开 穿上铃铛 再穿到 挂在钥匙圈 再穿到钥匙圈上挂的这个开口圈里面 闭合开口圈 取一颗珠子 和一个酒针 酒针穿过了珠子 酒针有一点点弯 没关系 把它拍直就可以了 剪掉一部分酒针 大概留一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酒针像下半一样 然后弯曲 假如酒针的一头弯曲 弯曲成一个小环 这样子 取一个大的开口圈 打开 穿过手机球上的腰带 从腰带的这个点 穿到这边这个点 穿到手机球的腰带上 从腰带上的这边这个点 穿到这边这个点 穿过一定要挂住腰带 要把腰带整个挂住才挂得比较稳 这样 把柱子 柱子上的小环 穿过开口圈 闭合开口圈 把开口圈开口这边 转动一下 藏到腰带里面 打开 打开最后这个小的开口圈 穿过柱子上的小环 再穿过钥匙环 然后闭合开口圈 这样钥匙圈就安装好了 这边这边这边的小环